8月7日 國務院港澳辦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在深圳共同舉辦香港局勢座談會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指出 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 止暴治亂 恢復秩序 是當前最急迫和壓倒一切的任務 從6月9號到今天 香港的修理風波 已經持續整整六十天 越暴越大 暴力活動愈言愈立 社會國籍面越來越慌 可以說 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 中央包含香港當前局勢 並且從暴力和全局高度 研判和部署 張曉明強調 對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違法犯罪活動 都必須堅決追究法律責任 包括追究幕後策劃者 組織者和指揮者的刑事責任 張曉明表示 如果局勢進一步惡化 出現香港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動亂 中央絕不會坐視不管 按照基本法規定 中央有足夠多的辦法 足夠強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現的各種動亂 張曉明指出 挺特首 挺警隊是當前穩定香港局勢的關鍵 雖然當前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民意和訴求 但當前 香港最大的民意是求穩定 求安寧 儘快恢復社會正常秩序 張曉明希望愛國愛港力量 發揮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中流抵柱作用 用良知 正氣 行動 守護香港 當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政協委員 省級政協常委 香港主要愛國愛港 政團社團領袖 有關青年團體 教育團體 專業團體負責人 駐港中資企業負責人等550餘人參加會議 中場休息時 多位參會的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香港是自己的唯一的家 要好好愛護它 要市民守法 如果市民不守法的話 那麼好的政府都沒有辦法處理 可以共同感覺到的就是我們全體這邊都是以香港為家的人 我們沒有第二個家 我們要維護香港的發展 我們明白市民這段時候的困惑 也都是知道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會合力 盡快可以維持安定和社會秩序 讓大家心安 我們聽得到市民最大的心聲 就是看到有一個 和見到有一個 和活著在一個 安定有秩序 可以有正常生活 安居樂業的社會 當天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明在講話中指出 這是一場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生死戰 保衛戰 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 當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決止暴治亂 穩控局勢 但我只要堅決定 father, 保衛佛戰 嘖 讓我的宅舖 一樂閉上然後到 ici 老公